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雅阁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 十七节到十八节是讲那个以利亚 他对祷告的有效 不过我觉得因为这个十七节和十八节 是跟前几节是连在一起的 十九节开始 我就讲一个新的道理 这个是叫做 他说叫一个罪人转回变得多罪 这个就让我们了解 神对一个人从一路真道的道路上转回来 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上帝不但只是一个有爱的上帝 所以约翰书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 上帝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示你他们 将他们所信他的不止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因为我们的上帝和神是爱的 他不舍得令一个灵魂不回头 另一个灵魂不转回上帝的真道 所以我在这想鼓励大家 马克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 叫我们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使命 因为对我们的上帝来讲 拯救了一个灵魂 是的确能够变革许多的罪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做出很多东西来 才能够变革我们的罪 我相信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神的眼里面拯救了一个灵魂 是多么重要 所以今天兄弟姐妹们 我鼓励你们 拿起勇气 跟你旁边的人 跟你家里的人 开始分享我们主耶稣的爱 开始分享 在主耶稣的保护之下 在这个人生 是多么平安 多么快乐 多么有喜乐 我们来祈祷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 因为有你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也要把你的福音 传给那些迷路真道的 我求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勇气 把你的福音传到各国各角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你的爱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 在世界过得一个丰富的人生 我这样祈求 我奉主耶稣基督我们 阿们